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或者只包含两个人 或者只包含一切 或者是什么 如果你的耳根没有染着 你的分别性就不会起 就是分别性不起耳朵也不染 但是你看 大家说我们在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没有事情 但是大家都在笑 就是你们会想到一些东西 知道吧 这个我们是有含义的 你知道有这个含义 你一定会被袭击 我们里面有两个东西在里面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或者里面涵盖了一些情 或者是欲 或者是很多东西在里面 他已经前面说了 要用赤子之心去听 那么好 如果是一个孩子 他说我们 代表什么呢 如果一个孩子说我们俩 代表什么呢 说的人 有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说什么 其实你修正到 如果是我们去了无空性的话 任何人都是你 我们也是你 我们也是一个 我们也是你 我们也是你 我们也是我 你不会去分别 就是分别性不起耳根就远通 就一句话 我们分别性起来 这不叫圆通 这就叫分别 动静 这就叫分别构静 不只是动静 构静 善恶 魔 佛 如来 全在分别里面了 慈悲或者是邪恶 周本日就说 我随喜他 哎呀 这句话有慈悲心在里面 好 有慈悲心就有邪恶在里面 有不慈悲在里面 知道吗 就是我们这句话 就跟我们你就二远了 你就在二远的分别里面了 我们一男一女 我们 里面很多情感的东西 我们 构敬 善恶 正邪 慈悲不慈悲 无名智慧 里面你们一下子全听到了 知道吧 就是你们在分别性一起 耳根马上再分别 其实 第一步 耳根圆通的第一步 就是不分别 心不分别 不分别 不分别不是不分别动静 刚才他说那句话 我们里面有两个像 那么不分别这两个像 知道吧 如如不动 心不起分别 不分别 二远对立的东西 更成啊 那都是更成啊 更成不是不一定在你这儿 而在声音里 更成是在声音里啊 他的声音里边就有根有成啊 六根六成全在那儿 因为你是谁啊 你分别 我们分别心一起 每句话就听出了一大堆含义 知道吗 嗯 就是此时此刻 坐在这儿 其实你们是不太在意 比如说 小胡啊 小胡说什么的 但是 当他这一句话起来的时候 你们会微笑 就是很 心照不宣的微笑 我发现大家都笑了 我们到底代表什么 在你那代表什么 就是看看 就是我们去察觉 我们听声音这个 心 你的心在哪里 在哪里 你就在哪里 你听到了什么 你就在哪 一个六七岁的孩子 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照样吃他的东西 他可能听不懂 可能听懂了 不就是你问文轩 如果文轩在这儿 你让他复述一下这句话 文轩肯定说 我听懂了 我们在没问题啊 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我们在没问题啊 这就一句话 啥也不是啊 问题是有什么问题 文学不会知道 这个世界有什么问题 文学不会在意这句话 一个小孩子 他不会在意这句话 我们指的是谁 或者就指的我跟你 或者就指的我跟他 或者我们指的是我跟他 都不重要 重要吗 我跟他重要吗 我跟他重要吗 我们重要吗 但是这个我们 你们听得那么分别 不管是正的闲的 不管是病的 不管是健康的 不管是爱的恨的 不管是如来 不管是魔 不管是什么 你们听得那么有分别 我反正是看到 你们的分别性在其 就是一句就一句 一句话 心在分别 耳根怎么能证得远通呢 你就在那儿打 20个小时也远通不了 因为到最后 所有的六根分别 破分别一定是破的分别心啊 一根圆通剩下都圆通啊 为什么能达到 因为心圆通 心不分别 就一句话 我们不能入入不动的 安住在一个平常心 平常心啊 洪水来了 古都来了 平常心啊 吃桃子 平常心啊 一样的 心态是一样的 跟你 谈这些问题 你们听起来 那个心态跟你 吃桃子 我说吃桃子吧 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如如不动啊 这叫如如啊 平等啊 如如是平等不动啊 不是说他不做事 他不晃动 是那种平等心 无分别的心啊 就叫如如啊 听洪水来了 听古都 听说天魔来了 附体了 听吃桃子 喝茶 一样的哦 你的心清风明远地坐在那 一样的哦 听我跟他一样的 听我跟他一样的 你分别说 听我跟他一样的 听我跟他一样的 我跟他发生的故事 跟他发生的 跟他发生的一样的 或者你跟他发生的 你跟他发生的 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心有问题 你才会听出特别的故事 就是平常心啊 故事会有 这个世界很多美丽的故事 或者不美丽的故事 我们会看到 这个平常心 看这个世界一切故事 很多故事啊 有的很传奇 有的很精彩 有的很糟糕 有的很悲催 但是你如果有一颗 平常心 都是故事 你可以喝着茶 可以有觉寿 可以痛苦着 可以 你的肺可以坏 你的心肝脾肺 零件可以坏了一两个 可以乱窜 乱动 没问题 你的气脉可以 可以上下乱窜 但是有平常心 坐在这儿 用平常心坐在这儿 喝茶去体验这些绝寿 去体验 然后你的平常心 会像清风明月的 这个世界有幻结 因为有共演 洪水从那边冲过来 龙解风从那边掘过来 太山在前边蹦 后边有可能有什么什么 没关系 你的平常心在这儿 如如啊 如如还不是不动的意思 如如啊 跟喝茶跟吃饭 一切由心而生啊 所有的像 都是你心生出来的 都是你不平等的心 动一下心一下生出来的 平常心是道 平常心啊 每一个耳朵 听到声音的时候 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分别什么 这就是修耳朵源头 这是最快的 然后你就回归 回归到孩子一样的 回归到孩子 不是像孩子 不是孩子 孩子是无知 导致的天真烂漫 回归回来 返璞归正 不再分别 这个世界就充满了故事的快乐 什么都是故事 都是看电影的 充满了 哪怕洪水 把我们哗 全部演我 历史的故事 就像看了一场大片 突然大家就 这个时空消失了 这个时空消失了 你会到另一个时空 重新体验生命 重新体验 你不会死的 时空转发而已 怕什么呢 怕什么呢 真的洪水在外边 我们照样可以坐在这喝茶 很平常的 很平凡的一天 日子 照样升起 下了雨 洪水过来了 把我们抹房子吹垮了 我们全部不会游泳 然后全部死掉了 然后我们临时也能喝杯茶 知道吧 大家说那杯茶 赶紧冲上我们 这口水没过来喝完 然后哇 这个世界的故事好精彩啊 那平常新世道这一点 我也不否认 但是大丈夫是 就是说学佛修行 是大丈夫才有的 因为人有绝受 在修行的过程中 男子还大丈夫 可以当断则断 知道吧 可以慧见斩情 可以 行人所不能 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行 行菩萨道 而且大丈夫不屑着 三界任何一切事 不屑知道吧 三界的荣华富贵 三界的名利情 对大丈夫来说 没什么 狂绑不住 这叫大丈夫行啊 也叫大雄 但是我觉得平常新世道 这一点只是在于 积功得累福道 你对这个世界的差别 像分别的那么清楚 你如果有分别性 你怎么可能知道平常性 你拥有的时候 你就很快乐 你失去的时候 就很痛苦 你怎么可能平常呢 面对生死的时候 你就很恐惧 你怎么可以 跟喝茶一样呢 你就保认不住 这种平常性 不一样 我觉得学佛修行 这里已经把自己的生死 已经看到了 已经交出去 但是但是我还不过 希望你如此 我没有 这个世界 没有随着谁的故事 没有 有也不会有 没有随着谁的故事 法界一切清净 法界清净的一层不然 只是你想多了 只是我们 认为有很多事发生过 法界很清净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节嘛 有时候有些洪水啊火节 可以上到天道 会毁灭天庭嘛 为什么天魔道这么忙 有些节可以上到天 可以毁到天庭呢 但是 佛说 就算这些节说 把风节 火节 水节 把所有的世界都睡 把三千大千世界毁灭了 我的世界仍然在那 那他的世界 难道不是三千大千世界吗 佛的世界永远清净无然 根本就没有什么故事 一直在那 只是我们不知道 石碰草会刹那转化 也许经历生死 从哪转化 你必须经历生死才能转化 还是你要震到不生不灭的境界就转化 进入大面牌等等 很多转化的方式 我们死不了的 一场洪水只能是大家送件进入另一个维度 就是换了个境界 这个房子不存在了又进入了另一个房子而已 可能大家还仍然坐在那喝茶 不知道那件事曾经发生过 谁也不知道 忘记了 上一世忘记了 这一世也会忘记 我们又进入了下一世 下一世来临的时候 我们仍然坐在这喝茶 大家就坐在这听说话 谁也不知道刚刚发生过什么 你知道对三维来讲 所有的环境出现 刹那之间速度之快 也许刚才洪水来过 摧毁过 但是消失了 那大家不知道 人家坐在那喝茶 因为时空的幻境 你不知道 一次一次洪水袭击完走 退去 你放慢镜头看看 我们不会死 我们不会死 你的心性在时空桥不断地转 因为工业在一次次消去 知道吧 当空水卷上来的时候 退去的时候 卷上来退去的时候 你的工业就在消去 消去消去消去 在这种场里边 你会承受很多幻境 很多幻境 那是工业的草 草起草落 草起草落 不断地卷上来出去 卷上来出去 我们在这喝茶 你不知道 因为你看不见 你在没有生死里边 无法去体验这种工业的消瓦 而有些道救生可以体验到 得理必须是洪水卷到脸上来 感受到了 才会知道 灾难来源 敞过来是感受不到的 就这样清醒 而且人在地球上 人真的不是唯一的物种 很多东西在受难 很多东西 当一朝洪水下来的时候 我问的是 人有死亡的吗 你知道有多少动物死了 有多少东西被淹死了 死在洪水之中 死在他火之中 有很多很多物种死在那些地方 这个地方 因此我也不知道 在后面 我们去做什么事 甚至在 provincia 在佛寺的同志 我现在参加上 现在东西想回来 在这次法座的中心里 是你 美人类的 这中心里 如果有人能学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